我们继续开会 各位同仁跟十五个类型主管 现在有高雄市男子区新家昌社区发展协会 丽玲本会旁听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我们带队的是刘秀英刘理事长 欢迎你们 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 先请我们陈慧文陈一言咨询时间十五分钟 我们公务部门包括我们主席 还有我们各局处的长官们 首先我想这几天 也很多的议员都针对我们这一次的地价税的调长 也咨询了非常的多 我看我们地震局局长是这次公务部门的楼主 在这里本省也一定要针对地价税这次调长 也是真的要问 因为我相信说 慧文的服务处跟其他议员同仁的服务处一样 都是一样借到很多民众的陈寝 那这个陈寝真的是 我觉得有很多民众他讲的也很有道理的 那当然站在我们公部门 因为我知道我们会调长的起头 应该也是由于来自于我们内政部的一个 一份公函 在104年9月7号 然后呢他就发行给各个县市政府 就是在我们的第105年的公告地价 调整幅度已不低于 不低于103到105年公告土地限制 累计调整率为原则 然后因为这个公函一下来 所以所有的县市政府就开始去做调整 那这个调整完之后 以目前来讲我们高雄市 高雄市是在六都里面 在中间调幅是平均是在中间 就是32.52 平均是32.52 那这是三年一次调整一次的 那我们有把它罗列我们所有的 六个直辖市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我们大概是中间 那我直接就来 因为很多议员同仁在咨询上 也一直有在传述这个部分 那我讲的32.52是平均高雄市的 但是呢各个行政区又有不等嘛 各个行政区那我们了解 在这次的38个行政区 我们的人物是最高的 人物是最高的 因为这个字太小了 那还有兰子啦等等 那凤山 凤山也其实也是排在中上段 中上段调幅算高的 大概四十几% 那我现在就是 以目前 我现在要传述的是 其实有很多的状况 民众来承勤 我为什么刚刚一开头就说 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 我得到的 我承勤案里面 有一个个案 然后他也是 因为我们了解 有百分之四十几%的 自用住宅 他的调幅 其实算起来应该是不高 那 以个案来讲 我所在的服务 我服务区 我的这个服务处所在区 我那算是 算古博禄 古博禄的边 有新新区 就是新开发的 要不然我们那种 我们那种是算古博禄 那古博禄 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的特性就是 很多是 祖公 放来的财产 然后呢 后面的子孙去继承 那继承 然后就是在这个土地上面去 安家立命 那 以前的土地 可能它是 地大 不然它那个厨 已经都是 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以上的 那种二层楼房子就是 烂烂旧旧的 那是一家全家大小老小 在里面安家立命 那 它只是有助攻放的这个土地 也不过呢 这些惊疑是 不一定就是很贪金的 它也许它只是一个一般的三班族 一个月可能贪三万四万 一家花在过成我 那 在这种整形资产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调涨的这个 公告地价 然后导致我们的 这些地价税 都增加了很多 它以往 它之前 它大概 它的税额 大概缴了三万六千多 现在一下子爆发 是五万多 是四十几趴 我所在的服务 服务处的所在地区 大概都五十几趴 凤山 凤山有八十趴的 也有四五十趴的 凤山有不等 车山那些高 到五家地枯架 我所在的是四五十趴 跟包括五甲公园那头 放了五六十趴 这个是我所了解 我得到的这个讯息 那这些比较大的土地的 我所讲的这些个案 它的土地大 它不可能卖啊 在我们那些地方 没收散就是 尿尾小孩 就是败家子 就是一定就是 类似就是说 这个子孙不孝 买开一半条 才会去卖这个主产嘛 那我刚刚讲 这些都是在那里安下立命 然后从祖先 然后就一直 在这样子的一个土地 然后去成长 然后 可以说成家立业 都是在这块土地上 然后你瞬间用 这么大幅度的这个地价税 我想 这个在居住正义上 对他们其实来讲 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不晓得说在这个调整的状况之下 因为以新兴区旁边的旧部落 这个都一并会因为那个整个地区的一个 它的开发 然后也会影响到 我所谓的这些旧部落 然后呢 或者是 小巷子里面的整个地价 也会跟着一起调账 那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要买 他不可能买买买出离 那 这种状况之下 我不晓得 要 是不是有补救的一个方式 因为 以我的了解 跟你们的解释 大概就是三年要 才能够再去调整一次 那以现在来讲 已经去年做调整了 那还要三年后再来去评估 所有的 这个 土地 反地产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再来去做考量 那 在这个状况之下 明年后年 是不是就是一定得如此 那如果往后在以后要怎么去 可以有什么方式的更考量各种更全方位的 不要让民众措手不及 然后呢 没有预期心理 然后就突然就暴涨 然后增加了他们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很多的一个名愿 我想是不是 我们的局长 地政局局长 你也可以来说明一下 医长请当务 谢谢主席 谢谢陈妍的一个指教 这个 关于 调整的这个年期 这个 是三年规定 重新规定地价一次 这个平均地缘条例里面规定的 刚刚你也提到说 这样的一个三年 是不是会太长 事实上内政部 他现在是有在研议 准备把它要把它收成两年 收成两年 不过现在还没有立法通过 还没有立法通过 那另外再跟陈妍报告的就说 我们的一个自用住宅的税率 法令的规定 每一个一户里面 大概有三百平方公尺 将近九十平的一个 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 如果超过这个以后 以外呢 那可能就会适用到 一般的 这个 的一般的税率 从千分之十开始起跳 如果土地越大的话 那当然 这个累进税率 就会适用到 所以那些税额 就会比较高一点 这一次这个调整的 为什么人武那边 跟凤山这边 会比较 幅度会比较高 事实上也是因为人武地区 过去重化完了以后 那边的新兴地区 也都是蛮多的 过去的 这个底 就基期 它都很低 所以这次的这个调整 就是根据三年来 这个房地产变动的一个 景气的变动的一个状况 跟那些因素 做一个考量 那凤山 它也是一个 这个教育热络的一个地区 所以刚刚你提到说 在新兴地区 旁边的那些旧部落 我们来检视看看 这个地价区段的一个划分 是不是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这个我们可以来 做一个讨论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也看到这个区块了 因为热络的地区是在这里 我们是在旁边的平民区 我讲的比较重一点 好像是在新兴区旁边的平民区 但是我们也一样要受招殃 我想这个部分真的在凤山区 是有很多这种状况 热络的区一直在交易热络 那种旧部落那里是真的没有什么交易量的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调涨 它是全面的全部都调涨 那调涨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多 民医院真的是士气 事实上这个地区 整个开发区一完成以后 整个地价一上来 旧部落的部分多多少少也会跟着上涨 不是说那个地方 没有跟你讲旧部落没有更新 没有整个地价的一个水准 但是没有交易啊 没有交易哪来的价格 没有交易那是账面价格 我给你看你有这些钱 要不然你有办法收这些钱吗 没有 因为交易不出去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要跟我买 你看到我账面价格就是 我股票 比如说股票 明明价格就是有起来很高 只要我一天没有卖出去 它一样 它有一天也会下来啊 但是我就是实际上就没有这些现金流 我只有账面的东西而已 我没有实际的金钱 你懂我意思吗 我了解 所以这个地价在平地的时候 没关系因为时间上有限 局长 地价的变动状况来 好请坐 然后我接着是我们的陈勤案 因为法式滚球其实在2009年 我们是大运的时候 也是变成我们的比赛项目之一 那之后在2009年前三年就开始 有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法式滚球 那一直到持续到现在 其实还蛮多越来越多人 他其实是蛮喜欢这样子的运动 那这样运动 他其实他的设限费 他的门槛比较低 他适合 他从不分男女老少 可以从六七岁到八十岁都可以玩的 这样子的运动 那他所在的 他他是所在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比赛的面积 运动的面积 那又也不大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法式滚球他可以队伍方面可以三对三二对二一对一 那这个部分他所需要的场地 其实就是大概只要长十五公尺宽四公尺 那如果是小型比赛是十二到十二公尺乘以三公尺 那也就是换算一下来是一个场地是不需要二十平 那小场地是大概十一二平就好了 那现在就是有一群中老年人的这个爱好者 那一直都有做这一法式滚球的这样这个运动 那之前他有在我们的卫武云 卫武云那个地方 然后有找了一个比较宽敞的一个空间 然后有在那里玩 那后来因为在运动这个法式滚球的时候 会造成那个草坪可能会有压坏 因为他是球会在上面会在地上这样滚来滚去 所以草坪会坏掉 那后来是我们养工处就不允许这些运动的这些市民在那里玩 所以这一群市民转而向本席来陈勤 他说真的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场运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持续来推动这个法式滚球 这个也是变成他们平常的运动爱好的一个兴趣 那来陈勤说是不是我们养工处 我们的养工处是不是 因为他是根本陈勤从可以找开放校园 或者是这个我们的公园等等有比较大的一个场域 然后能够来披荐一个一块区域让他们来运动 那我觉得运动都是好事而且又对中老年人他愿意来运动 炎炎受命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都应该支持 那是不是请我们养工处这里 是不是也能够来慎重的考量 然后来在凤山地区也找一个地方 然后呢看是卫文或者卫文对面我那个大明路旁边的运动公园 也可以啊是不是请我们的局长 局长能够来回应一下 然后让这样子的美事能够成真 葛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 画是滚球 那是我们长者 和我们比较像的乌尼山乌巴尚在运动 提供这种场所来给我们的长者运动 是非常好的事 但是你在公园绿地里面 你如果要提供这种场所 基本上我们是会评估 我们会来同意 但是你不能特定的人士来使用 就是不是特定的人士 而且你在公园绿地或者草皮上 你不能背后画线 就是说你不能把我画这条山 这就是我们滚石画球 我们的长者在使用 你们别人不能来使用 就是让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共同来使用 只要这几个原则之下 我们会同意 好请再给一分钟 那那局长 那原则上我们公务局 是可以可以认同这样的想法 只要是不是变成私有占有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 就是说能够辟件 就是说能够有一个规划出来 这个是大家共用的 共用的法式滚球场域 这样子 但是绝对可以用我们的一些管理的措施 然后避免私人占用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是不是还是说你的意思 因为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固定的这个场域 然后是不固定 我现在不太了解你的意思是固定还是不固定 在这边再做一个补充的报告 我们不希望是有一个固定 譬如说你在这 你不要跟我说 你用一个突出物来给我围起来 这个的现象就是说 这都是他们在用 譬如说我们老爷爷要来这儿打新闻膏 要来这儿放风吹 要来这儿站在这儿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共同使用 当然你有可能我们的长者 他在滚球的时候 他可能是早上 还是比较不及时的时候 那你运动完之后 你那些不要固定的设施 你就要移走 譬如说你有可能你没在用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来这儿运动的时候 来这儿站下车 和他们爸爸妈妈在这儿 在这儿七合的时候 当然都可以 这个就不要发现 我的意思是这样 好谢谢陈慧文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李博议员咨询 时间15分钟 谢谢 谢谢 谢谢今天的主席 谢谢今天我们市政府公务部门的同仁 来到市议会 那也感谢我们男子 我们家庄立 家庄社区 有我们务力厅 带我们的民众来到市议会 这儿来参观 等一下博议也顺便就这个 右昌地区的几个问题 那简单跟各位来说明一下 那我想就右昌最近碰到的问题来讲 就是说我们我在当中各位在台风结束以后 我也跟我们公务局的造局长 我们同时受到电视台的邀请去谈论我们的公园的路数跟行道数的问题 那我想那个节目上后来讲的也蛮清楚的 简单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过去的政府 穿的桥子 过去市政府它所种的树种 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视 它只是要看你高又大 那渐渐的这整个公务部门的观念的进步 到目前 公务部门 包含养工处 还有我们公务局这边 我们对这些树种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进步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行道树 我们可能会放一些黄花枫林木 凤凰木 一些可能固定季节 不定季节会开花 让市民在都市的丛林里面看了会觉得赏心悦目的树种 那在其他的地方种什么样的树种 我想在这一次的风灾里面 我那天也在节目里面讲 这个后进的公园 后进公园就在我们捷运站旁边 这一次风灾受损最严重 受损非常严重的原因 它很多老旧的黑板树 它的树种得非常的密集 那所以这一次 其实这个后进公园受损非常严重 我跟那时候跟市长 还有赵局长我们去现场看 除了心很痛 但是我们也在检讨说 未来的公园的树种要怎么样 那接着我们去到 我们又昌森林公园 也就是陈居市长任内 我们去开辟的公园 我想赵局长那时候也有参与 那这个公园其实受损的状况 跟整个后进公园受损的状况比起来 就是差很多 那也就是说 这十年来市政府所种的这些树种 跟过去三十年前开始种的树种 其实不断的在更新 不断的在进步 那我在这边也简短的用这个例子 来跟我们的来市议会参访的朋友们 说明市政府其实在树种方面 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更新 不断的在进步 那稍后我也请赵局长来做一个回应 那那天节目的最后 其实我讲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爱河旁边的凤凰木 那另外一个是中华路上的凤凰木 那行道树也蛮 那个种树的地方也蛮宽的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柴山的凤凰木 你说哪一个最漂亮 那当然是柴山的最漂亮 那所以那天包含有户树的团体 或者是我们比较树种 比较内行的老师也在现场 那我也当场这样跟他讲 当然树种如果可以在山上最漂亮 但是在都市里面的树 我们怎么样跟它维持共融 跟共同生存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目前政府 跟我们民众希望看到的 那等一下再请赵局长 简单的就这个树种的问题来回应 也跟我们今天来参访的市民朋友 来做一个说明 那今天我想我的主要的咨询内容 我要赶快来开始 就从目前市政府 还有目前我们选区最重视的这个议题 其实这个议题我每个月都在更新 但是也每个月都希望看到新的进度 我想这个公务局也跟我一样非常的焦急 就是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 在刘四方委员来邀请海军司令部 那时候刘四方委员他是国防部门的招委 所以国防部对刘委员号召的 新台17线的会刊很重视 但是时间经过了到8月19号 我们又有新的路线的这些改变 那原本从眷村文化园区要经过 但是又变成眷村文化园区 它的原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道路 从40米又缩成30米又缩成23米 所以变成我们现在又在评估 这个地下化的可能性 或者是沿着军区围墙旁边的可能性 那到了9月19号最新的进度 目前国防部没有新的进度 那也就是说市政府这边 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想我还是必须要跟局长很急的 来做这个事情的讨论 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讲 为什么这件事情急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要 我们要赶快进行 就是我在10月的时候 我们从十路西册打通的会刊里面 那从十路是在这边 在我住的这个社区在这里 那从十路西册就是这里 那这里是自眠路 那这里目前没有开发 路是封起来的 这边有一个过去的军事法庭 过去的军事法庭 它现在没有在用 现在的军事法庭在哪里 它在军校路 那这一个应该是闲置的 但是它却占到我们的计划道路 所以那天办的会康 我们新公处的同仁表示 就是说这一个如果说要打开的话 就看这个建物有没有要使用 这个建物如果有在使用的话 一般我们跟国防部的处理的原则 就是代差代件 但是我跟各位说明 这个没有在用 军事法庭现在在军校路 然后那一天国防部 他们的政治作战局 他们的军备局来了说什么 它说它现在叫做 他们的海军陆战队的队使馆 局长 不在用啊 现在跟我们说它是队使馆 还要给我们开车 它可能又花多少钱 又要我们高雄市赵阿伯 赵阿伯赵局长 你要来帮我们重盖一个队使馆 不然你要开辟这条道路 那新台17线的问题 跟这个重拾路稀测 这个问题 各位觉得有一点相像 就是说 国防部他跟你做什么样的要求 你就要达成它什么样的目的 因为我们就是想要达成 这个市民的这个需求 我们希望来开辟这条道路 所以在其实这一段 虽然是讲给公务局听 跟公务局说 其实国防部可能把我们 当作凯子哥 同时我其实也在讲给我们 独发局听 我们在跟国防部在这边 做这些交涉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需要 独发局的一些手段 来对付国防部 其实与其说对付国防部 其实独发局在某一个方面 已经做一个进步的 往前踏一步 就是过去我们对中油 我们也认为他可能是跟我们抵对 从地下管线开始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检讨 但是在左营跟男子 中油的议题 未来却是一个 可能要开发共融的条件 那都发局已经往前 对中油往前做了一步 在闲置的宿舍区 做了一个都更的计划 想要跟中油来谈 我想这个中油也会得利 市民也会得利 市政府也会得利 这种三营的局面 但是我想我们可能 都发局也未来也要对国防部 有这些思考 那来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市政建设 那我想刚刚两个议题 我想先请赵局长来做一个回应 赵局长请问你新台17线 目前你了解的进度 跟目前的问题在哪里 赵局长请答应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新台17线 就是我们称为高雄市滨海连外道路 都很有七公里 分的两半 半的部分 就是我们今纳入生活圈里面 高雄生活圈道路 对内政部营建署 他也同意要补助我们将近有六亿多 有六亿多 有六亿多 这个已经差不多定案了 另外就是我们南山的部分 就是我们为 德民路往南跟我们草莞区的南门 跟那些的部分 这有当时 我们在含军峰在协调当中 我们很感谢 议员 还有刘思芳刘委员 从中跟我们互相来check 那我们也跟金方达到一个初步的共识 那个路线的部分 已经有达到一个初步的共识 这个共识 我们会再开一次会来做一个讨论 赶快把它定案下来 以上 国防部有一个军备局 军备局他就是掌管包含你碰到他的这些什么场馆 他说他那块是军事法庭 现在变对使馆套过军备局来协调 他还有一个政治作战局 政治作战局他想要做什么 他就是把这些券改的土地 赶快拿去他们券改的基金 那他们才有钱可能去做登塞 那我们高雄市也有一个公务局 也有一个督发局 公务局都在拜托国防部 都是说这个赶快让我们开 代仙代仙 你们看怎么样 去哪里 我们有时候还在做苦工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督发局 督发局其实也可以对国防部 做一些这种包含他券地要处理的思考 包含他有很多他跟他最想要的就是拿到现金 那他拿到现金他目前的地价他要标不出去 那所以我们也期待督发局跟公务局可以合作 那要不然其实在这些券改地的旁边 券改地的旁边包含自免路 包含虫石路 包含借售路 包含这个陶子园路 他很多都还是军方的用地 那军方的用地在我们公务局在养工处 这个吴处长 你每次都告诉我 那是军方的地 你没法去捕 但是他在使用进出的 都是他卖掉的这些券改地的居民 里面有上千户 每天在这边出路 但是每天这样子道路的颠簸 每天没有办法 每天都都在抱怨市政府 为什么不去修路 那他卖地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编一笔公共的公共建设的经费 编一笔公共设施的费用 给我们市政府呢 或者是我们市政府是不是应该也要要求 他在卖券改地的时候 旁边周边的这些道路水沟的 这些修缮的费用给市政府呢 这个我在这个议会的部门 在农林部门也讲 我想我在公务部门也要讲 未来我在财政部门我也要讲 未来在总咨询 我们还是要讲 我们对国防部或者是中油 目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融的思考 我们希望未来这些公共建设 在这些券改地的周边 市政府可以不要 有时候叫我们市政府去做也不好意思 他真的是国防部的地 但是你不做的话 国防部他就是很牛步 又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想我们棒子跟胡萝卜的使用 都发局怎么样可以使出我们的这些武器 可以来对付国防部 我希望都发局也可以做这一方面的思考 那另外其实公务部门 公务局造局长这边 我特别要感谢我们公务部门的团队 那在上一个会期 我在做国道10号跟整个高雄都会圈 高雄生活圈道路的这些检讨的时候 我们把国道10号 它这个文字路以西这两段 我们拿来做一个检讨 其实这个其实是高雄市政府 在维护的这个道路的路面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重新的刨铺 那用路人当然对这个是评价非常高 非常满意 在这边谢谢市政府团队用这个经费 那另外这几天也看到博外路 在做一个刨铺 附近的居民也是非常感谢 那从这个国道10号的这个刨铺之外 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国道10号这个闸道 还没有完全完整的做好 那其实其中的原因可能跟旁边这个协调 我在上一次市政总咨询的时候提出来 为了要协调旁边工业区的车厂 那请这个顾问公司重新做一套规划 那他重新做一套规划 金额增加2.16亿 但是其实他的目的 他是要 他这里有写出来 其实他的目的 他是要让旁边这个车厂的进出可以比较顺利 所以他的落墩 从22支落墩改成12支落墩 但是他的工程金额增加了2.16亿 我认为这2.16亿应该要拿出来检讨 如果说你是为了旁边的汽车工业区 或者是你是为了旁边的加油站等等 我想你单就这一段来做这一方面的检讨 可能不用花那么多钱 我意思不是说你不要理他们 我们要去协调 我们要去找他们协调 看这一段路要怎么做 而不是你整段22个桥墩改成12个桥墩 我想这个观念 我希望新工处可以在未来做一些沟通 因为交通部这一方面的经费也下来了 那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做这一方面的回应 周局长请答应 谢谢主席 谢谢李宁言 我想所有的公众的利益都大于私人的利益 公众的交通顺畅跟交通安全都最为优先 这个路段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它加大垮去减少落墩 主要就是要增加 就是这些工业区全面 它的整个改建之后 改建之后它的道路的通行 所以有增加了2亿多 我意思是说这个可以 他们还是不满意 目前他们还是透过各种方式 在反对这个案子 那当然我们新工处 黄处长跟他接洽了很多很多次 等于是对方 我不要讲说哪一家 对方都一直在讲说 没有沟通 只是有沟通 未达成它的意思 这个叫没有沟通 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 再给2分钟 我建议我们公众局的清空处 你每次跟他沟通的记录都要留下来 就算正式非正式的沟通 我希望你把时间日期都留下来 我想这个市民会做一个公断 所有的公共建设 包括我讲的测速照相机 住在这个社区的人都想要测速照相机 因为他们走路去对面的公园 去对面的安全 那所有的用路人 我如果收到一张测速照相的罚单 或者是超线的罚单 我就骂市政府 说为什么那么多这个照相机 那我骑摩托车进去公园的时候 我觉得很方便 但是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 看到摩托车我就想骂 这个所有的这些公共建设 都一样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一个交流道 让这一个系统交流道 完整的这一个设计 附近的居民 附近的这个工业区 有人在反对 那我们要去化解他们的反对 那但是所有的用路人都在期待 你不要忘记了新工处 你不要忘记了 所有用路人 每次在那边塞车的时候 都在期待 这个北上的交流道 接北上的交流道 到底什么时候要接好 市政府是不是又屈服于什么人的压力 又不敢做 我想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最后我想没有什么时间 可能在总质群这边 再跟地震局 跟都发局 来做提出这个讨论 就是有关我们地价税 跟未来内政部 目前正在研议的精准地价 那还有我们年轻人购屋 可能他会面临的这个气税的问题 我想这作为整个城市的住宅政策 跟整个城市的土地政策 来讲的话 我会站在年轻人的角度 来为这件事情来发生 那我今天的总质询到这边结束 谢谢 好 谢谢李柏依议演的质询 接下来我们请高敏林议演咨询 时间15分钟 好 谢谢主席 也谢谢各位关心高雄市政的市民朋友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看到 我们这么多局处都 还有很多相关单位都来到现场 那我今天大概针对我们公务部门 分别针对公务局、都发局 地震局提出一些意见 首先我想先感谢我们公务局的 非常多的同仁 特别是养工处 在这次我们的讯期 就是我们的台风 两次这么严重的风灾 尤其是16级的风灾之后 大家都是不休假 全力来抢修 所以首先我非常代表 我们高雄市民跟选区的这些 乡亲民众 感谢我们公务局所有的同仁 那我想针对风灾的部分 我想还是要有一些必须要检讨的部分 所以我想针对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风灾的因应 主要我希望我们公务局能够改善 或提出检讨的计划的 大概两点 第一个是有关我们跟台电的合作 跟分工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讯期前后的一些事前的准备 比如说道路的输减 路数的输减的部分 那我想这两次风灾 大家都有看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风灾过后 这个停电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但是很多的停电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的路数 可能倾倒或者是有些树枝 影响到电线的部分 导致我们这个复电的工程 抢修进度会受到延宕 那本席也跟我们选区的邱志伟立委 一起跟我们台电 还有我们公务局的同仁 一起开过两三次的这个检讨会议 路灯的部分 路灯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想在停电过后 其实很多民众也会非常热心的 不断的通报这个路灯修复的问题 那其实我很期待说 就像我们台电 每一个电感都会有一个编号 那据我所知 我们公务局现在也目前也正在推动 就是我们高雄市总共有26万多座的路灯 也要开始做这个编码 那我想 就针对这两个问题 我想先请我们的公务局长来做答询 赵局长请答我 谢谢主席 谢谢高一元 有关在台电的部分 我们养工处也跟 这次三个台风之后 我们养工处也跟台电有做过一些协议 有关说只要说我们的路数 可能会踏起到台电的染线 我们马上要做抢检 那至于就是说在现场 要跟台电如何来修剪 如何来合作 我们会请养工处 进一步跟台电 来做一个讨论 另外 另外议员在讲路灯的部分 那这个路灯的部分有时候 路灯不亮 那我也讲过说 也不全然是养工处的责任 那有时候台电的跳电的问题 有时候是台电整个染线 整个就被 就是电感被压垮的问题等等 所以我们在本身养工处有提出一些措施 就是在暂时跟平时的时候 那平时我们有一些固定的维护厂商 那暂时的时候 我们例如台风豪雨来的时候 那养工处会增加 就是紧急应变的厂商 那这个每个区块都有 那这个都我们在明年度 会来完成来花包 也就是增加厂商的意思 那所以有本身我们的厂商的 还有紧急的 而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来处理 刚刚议员所讲的 就是路灯杆的编号 那这个我们今年度会来完成 让我们的里长或林长或市民朋友 看到哪一个路灯不亮 看编号 就知道在什么路几号以上 那目前完成的大概有哪些区域 大概永安区 彌陀区还有哪些区域 好 是不是请我们养工处处长 局长请坐 吴处长请答悟 谢谢主意 谢谢高议员 那个我们今年已经完成 就是永安跟彌陀 那其他的剩下的32 33个行政区 我们现在在今年度 大概年底前 我们会上网公告 好 那希望在明年防汛期 就是台风来以前 我们就能够 整个高雄市应该 陆区应该都可以完成 我们会先针对 今年台风比较严重的路灯 比如说像钢山 钢山地区 沿海的那几个行政区 我们会优先先给它编忙 以上 好 谢谢处长 那我想特别提醒我们的局长 跟我们养工处的同仁 就是我们这两次风灾 其实有看到还有一些问题 可能需要我们公务局来做检讨 第一个我想很多议员 还有包括我们局长那一天 跟我们在风灾过后 跟我们陈局市长一起到我们钢山 寿天宫来巡查整个公园的灾后的状况 那当时也是有发现 有一些我们灾众的这些路数 跟公园的景观的路数 有一些就是不知不没有拿出 拿干净的部分 那我想很多议员也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一些疑问 所以我想在针对我们未来 我们公务局要发包出去的这些承包商 要怎么样确实去监督它 把这些工作做好 不然民众看到第一个质疑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这样图立厂商 让它这树常常会倒 然后于是就常常可以来种 然后是不是会浪费工奴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 也是我们这个路数修剪 还有包括这个 不管是路灯也好的修复 其实我们这一次风灾过后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的 可能我们公务局在发包出去这些厂商 可能它负责它得标的 它都很大的范围 也就是说当今天如果发生 紧急的灾害的时候 这一个厂商 它可能没有办法应付所有 整个大岗山区所有的现状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我是希望我们的公务局 未来再订定契约 契约的内容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把它切割 比如说地区的范围可以缩小 不要让一个承包商 它负责整个大高雄 整个北高雄 那这样子一发生紧急的灾害 一定没有办法应变 那第二个是说 当这个特殊的状况之下 如果这个承包商 比如说不织布 没有拿除 或者是说 它在修复的这个进度 太过延缓 那我们是不是相对应的 那个罚则要加重 所以针对这个 我等一下再请我们的公务局长 来做回答 怎么去约束这个承包商 让我们的工程品质 可以达到更好 我想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钢山的合体公园 我有看到我们市府在几次的 我在我们市议会公务部门的咨询 还有总咨询里面都有提到 就是有关钢山合体公园的改建 那目前在前几次的会刊之后 我也有提出相关的要求 比如说株林公园 就是合体公园竹林那一带金钱树周边的积水的问题 还有人孔盖的部分 那还有部分应该设置软电 让长者可以方便运动 以及还有很多的部分 我都陆陆续续也派助理前往去勘查 确定都已经完工 所以在这边很感谢我们公务局的努力 那针对部分我想未来我们市府在任何新建的公园 或者是说任何的改建的计划 我都希望能够注意到一点就是无障碍的设施 因为我想现在高雄市是一个老人化人口非常高度的一个城市 那有很多老人家需要在公园运动 那此外呢还有很多我们的新手爸妈 他可能会推着婴儿车或者是推着长辈的轮椅 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公园的一些道路 尽量避免那种块状的那种砖块的行人道 而是尽量改思考以这个无障碍的方式去落实 那第二个是那天我们在8月24号 还有再一次跟我们养工处的相关同仁 再一次去到岗山的合体公园去会刊 那现在发现就是说我们当天有提出第四点 就是竹林公寓就是竹林那块区域的西侧经常会连日积水 那常常会引发比如说登革热的疫情的疑虑 还有就是民众会滑倒 那目前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养工处 这边有做任何的改善 所以在这一点我等一下也请我们的局长一并来做回答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我们的广告物管理自治条例 我想其实很多的民众还有包括一些业者 其实都有感受到说 我们高雄市在大概101年通过广告物管理自治条例 那我们现在就来比较我们高雄市通过这个自治条例 跟我们原本的母法就是内政部营建署的招牌广告 即树立广告管理办法相较之下相较我们的母法非常的严苛 比如说内政部会规定正面式招牌不得超过200公分 那我们高雄市是规定正面式招牌的重长不得超过120公分 那另外一个比例更夸张 比如说内政部规定测悬式的招牌不得超过600公分 可是我们高雄市是不得超过180公分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了 那所以我想了解的是说 我们高雄市订定这样子的广告物管理自治条例 相较母法甚至相较六都而言最严苛 到底是想要呈现什么样的城市美学 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管理的观点 那我想是不是针对这一点 还有刚刚的钢山合体公园 请我们的局长来作答复 谢谢 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高议员 高议员 我们会把它收回 未来的变革是说 在我们的契约里面 而且我们也经过第四类的发行 也通知各单位 就是说 你一样我们如果是说 不符合规定 一样是罚款六千块 而且 你素种跟公料的价金 要罚款三倍 那你在私做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拍照存证 才能来做一个顾宴 来做一个户款 另外 那个议员在关心我们合体公园里面 有个竹林公园 那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竹林的一个小区块 他刚才在说 塞兵击水的问题 我们这边也会请养工处 两个礼拜来把它 赶快把它解决 我们不希望那边产生有登革热的问题 另外议员在说 我们广告物的问题 那我们高雄市广告物 管理知识条例也在一百年来 在议会三读通过 那当然 在高雄市这边 不管是正面的广告 或侧面的广告 比其他县市政府 比内政部 都还来在小 我们是希望 以创意的手法 来取代规格 那我们在广告第十九条的规定 有一个是审查委员会 那这个审查委员会 只要你对于 有风格有特色 或整个区块 有一些创意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用 利用这个委员会 来做一个审议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比较有创新的手法 拿到这个委员会来审议 或者是说 你用创意的手法 跟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建筑 跟广告物互相来结合 都有透过这个委员会 来做一个审议 我想说整个方式是非常好的 不要是说 我们都把它 这并不是说 我们要把它制服化 把它规格化 并不是这种意思 只要是透过十九条的委员会 来做一个审议处理 以上 好 谢谢我们的局长 我想特别提出这个问题 大概也是 其实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甚至不同跨县市的 大家都会针对台湾的 各个城市的市容景观 提出一些见解 包括我们的一些 甚至是北部的三峡的老街 包括台北市的市容景观 那我特别提出的问题是 我很期待我们公务局 可以针对 到底我们高雄市 要呈现什么样的 城市的美学 跟整个的意象 那也许这个广告物的管理 是一个手段 我会很期待是说 我们针对不同的 比如说土地的分区 或都市计划 那甚至不同的街阔 比如说像哈马新地区 比如说像我们 比较热闹的林雅区 可能会可以相对应 有不一样的规范 那比如说像 我们可以想像到 比如说像纽约的 Times Square 它的那个LED 是非常举世文明 大家都每年去那边跨年 那包括像日本 东京有元素新宿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像说 我们在不同的 城市的区块 可以做 不一样的规范 跟管理 那我很希望说 我们自己的管理方式 能够 在构造的材质上面 或是装挂的安全上面 还有怎么样 呈现我们高雄市 一个整体的 一个城市的美学 那这是我非常 关心的议题 那我也希望说 未来可以再跟我们的局长 来做这方面的研讨 那主席 我是不是可以再跟您要三分钟 请再给三分钟 好 谢谢 那谢谢公务局 那另外我想针对这个都发局的部分 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我们的租屋补贴 大概我们租屋补贴的计划 这几年你推行的不错 像今年已经创到新高 申请户达到一万多户 那核定也是八千多户 那我不太知道说有没有什么样 因为很多的民众有在反映说 过去这个申请的方式跟程序非常的复杂 大家都抢着要去都发局 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便利的措施 跟简便的窗口 那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来申请 那第二个部分也是有关我们住宅社区的修缮补助 我看到我们都发局在协助很多 我们高雄市一些大楼的整建的部分 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我们这些大楼的整建的 可以申请这样的修缮补助的条件为何 那我们未来 因为我只看到你们业务报告里面写到 我们高雄市只有六处 有六个地方的社区有申请到这个中央补助 总共八百六十万 那我想知道未来尤其是我们整个高雄市 甚至我们北高雄地区 像岗山地区也有一些大楼非常老旧 那我不知道我们都发局要怎么样去通知 或者是怎么样去协助这些社区跟大楼管理委员会 了解这些相关的计划跟补助 那我们会不会办理什么样的说明会 那用什么方式来补助 那第三个有关公共出租宅 就我们高雄市推出了一个包租代管的这样的模式 来侵犯这个社会住宅 那目前也只有第一个在乌甲的台电宿舍 那我不知道未来我们大概整个高雄市 尤其以北高雄来讲 北高雄年轻人 人才外流的情况非常严重 那有一部分可能也牵涉到住宅 那我很期待是说我们北高雄大岗山地区 是不是有这样符合未来可以来推动包租代管模式的社会住宅的方式 来鼓励包括一些社会经济弱势 那也包括一些年轻人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请都发局长等一下来做回复 那第三个有关这个地震局的部分 我想这几天很多的民众都在关心地价税的部分 那我当然知道地价税就每三年就会重新演绎甚至调账的部分 那我想是不是能够让市民朋友来了解说 我们到底地价税的调账是依据什么样的道理 难道我们都是这样没有任何根据的调账吗 那第二个部分我想了解一下我们 还有验潮大学城这个部分的开发的进度 那以上两个问题我想请教我们都发局长跟我们的地震局长 谢谢 与局长请答应 谢谢主席 谢谢高议员 针对高议员第一个问题问到租金补贴 事实上那个我们刚刚市政府今年算是率全国首例 那我们在辩民服务的这个措施我们提供了许多 包括说你可以透过线上申请透过你的自然人凭证 那我们也有提出所谓的数位化的申请的流程 包括说民众可以不用手写申请 那再来就是中午我们也不打烊就是全天的服务 那另外我们在假日也到在地方的比较人口比较多的去在地搜建 那另外针对一些比较弱势或是身体行动不方便的一些长者 或是其他的一些身心障碍者 我们是也提供了道府去搜建 甚至是我们都发简讯去通知上一个年度有申请过的人 跟他讲说提醒说今年要办理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做的一些新的一些服务的便民的服务措施 那营建署也特地还来我们高中市政府这边来 去观摩考察 那针对高原提到那个所谓的老屋的部分 就是老的住宅大楼这个部分 那我们是也是透过所谓的都市更新的整建维护 去提供这样的协助跟补助 那所以申请资料我们这边有 我会后可以再提供给议员 那原则上它就是屋林必须满20年的合法建筑物 那我们会补助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在它的什么规划设计的阶段 我们就提供一些规划设计的补助 那这个送审 确定之后我们还会接着帮忙 争取那个所谓的营造的补助 那如果这个社区大楼也是 同时是我们公务局这边有列管 过去有磁砖掉落有危险的这个社区 我们也会优先去考虑 来提供这样的协助 那至于说明的部分 只要社区有需要我们都发局的同仁都会 愿意去当地跟社区管委会 安排个时间来提供说明 那教他们如何去申请 那有必要的时候 如果需要一些专业的建筑设计服务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透过跟建筑师工会的合作 来做一些媒介 那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议员问到 所谓的目前新政府在吉利在大推的 所谓的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 那我们事实上是在先去掌握这样的精神 我们先跟台电来合作 因为毕竟工部门对这种国营企业来讲 会比较合作会比较顺畅一点 那至于所谓的真正的包租代管 现在这个制度上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奖励的措施 跟一些租认的障碍 那目前住宅法才刚在今年前不久 才刚在行政院会通过 还要经过一些立法院的审议 那不过我在这边讲最主要是 它是希望说能够提供一些誘因给房东 那包括说它保证收租 再来就是说它万一出租的所得 它在如果在一万块以下 房东是不记录他的个人的所得 那另外来讲会有一些税负的减免 也就是说今天假设这个不是房东自住的 所以它如果房屋税它或地价税它会有所谓 不适用所谓的自住的这样的千分之二的税率 但是如果它今天是参与这个包租代管的话 未来在住宅法 立法院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 你是租给人家的话 那个住宅的地价税房屋税也会比照自用住宅来办理 那所以这个详细的运作方式 目前中央政府也在积极的讨论当中 那也有待立法院这边来支持 以上 请 黄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高远的一个指教 关于这一次调整地价的一个因素 主要是内政部它在之前 它已经有函事五个原则 这个我已经有报告 大概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上一次的一个公告地价 那当期的公告土地限制 还有当年的这个经济状况 以及地方财政需要跟民众的税负能力 最主要这一次调整那么高 主要也是因为内政部在去年的时候 它有通涵各个县市 这个调斧 都不低以三年公告限制的调斧的一个累计 这个是主要调整的一个依据 那我们把这些资料加上这个我们所收集的 跟地方的地价房地产的一个变动状态 把它做成一个地价的一个调整的资料 提到地评会里面去讨论 那在讨论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们也很仔细 也有开公厅会 也有这个 照两次的一个议备会 跟三次的一个正式会议 才最后才决定 可见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都非常的一个周详 跟很专业的下去讨论的一个结果 那刚刚提到这个议演 也关心了87期 也就是大盆九村的势力重划这个案子 这个在4月公告期满以后 4月公告期满以后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作业 目前的最新的进度就是 有一些地商务都已经查顾完毕了 那工程的部分也已经进入 细部的一个设计了 那最近的就是因为 就那个永久路行的一个审定 那交通局的大安委员会 已经有根本审定了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程序 来进行后续的一个作业 那至于这个研潮大学程的部分 因为它主要就是公益性必要性的 一个评估报告嘛 那送上去以后 内政部它说那个 所谓的农业专区 这个部分 后来我们还是有去调查 刚才这个议员里面也有提到 希望能够大家都同意 不要划设那个专区 那这样的话都市计划就不用再变更 或者的话 那就必须要再划设一块的 这个农业专区 让他们继续来跟做使用 那目前还是有人愿意 议员还是要在那边勿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在调查跟协调的一个当中 另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里面有一些特定农业区的部分 我们也必须要去突破 这是办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两个关键 那这以上报告 好 好 谢谢 谢谢高明宁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黄石楼议员咨询 时间15分钟 来 这个主席 各位 这次補党 大家午安 买中楼 我虽然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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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集长 你听一下 因为我有一点建议 就是说 过去 以前我们路宿 路销 很多都在黑板槽 黑板槽 很窄 像这次台宏来 造成很大的伤害 你说 我们 用工厨的人也好 你说 那些环保一些的人也好 好像 少少不理 像拌一拌不來 那些手好像拌一拌不來 因為這種大型手 我就建立覺得不適合再担人家 這人家都會一兩米看 每個人的手腳都抓牌 一些人家都抓牌 人生道綜都抓牌 那現在我每個人的手腳 我是建議是不是 這種大型手 希望慢慢把它換掉 找到比較中小群的樹木 還要比較不會落葉 比較不會落葉 落葉的開始掃不去 那種魚肚樹 魚肚樹在落葉的時候就對了 我看那個環保局 這個清潔林 我看這個比較可憐 整個大篇就不知道要掃 風一六杯 那些還卸掉 頭到風一六杯 那幾個問題要掃 那些比較乾淨 所以這種東西非常不適合 當然就是說 有時候就是連帶的關係 以前的 不是現在的 造成現在的一些困擾 我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慢慢把它換回來 因為如果大型手 另外 第一說 像中華路 中華路 中間有分割島 分割島那些大條 你說那些大型手 那些比較有實力 問題也要選 比較不會落葉的手 你落葉的手 你好像清潔 你看看我們環保局 這些清潔的能源 看一年 算出多少人工錢 要去清潔 比較清潔就不會清潔 所以 你如果大型手 你如果想說 會落葉的 只能在咱公園 說裡面 你想剛才說的裡面 裡面的 什麼是自然生態的 它怎麼落葉 怎麼倒的都沒有關係 裡面就是都沒有在插味了 裡面的手 這種東西 用這種手 就要在咱公園 這要看它的樹種 要看它的地方 來種 我第一個就是 我們每一年 風台以後 我們把它算出來 這個銀鋼 這個費用就減不夠多了 再不算說 我們這些東西 都弄不弄 對 都不算 所以這種東西 我就建議我們公務局 慢慢往方向行民 來給它調整一下 調整這些手 往後鎖 這樣 我們的生鎖 往後鎖 往後鎖 減少很多 包括人的物理 都很少 我現在說 斜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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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面去 那些人都 之前怎麼換過了 都叫起來 都叫起來 都叫做魚肚書 那手 都叫做魚肚書 你挖溜人的手腳 都走起來 落後的時 你像這次 那些紅胎 撞到過了 沒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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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手腳都走起來了 那些東西都走起來了 所以老百姓 實際上說 那兩隻手腳 就一定要說 拜託 那些手腳可以來找一個 這些紅胎 這些手腳有夠大的 我也是 我也跟妳說 這紅胎之後 這紅胎之後 進全工一個手腳 有夠多 跟這個空母橋 跟用工處的人 要做這些行為 都做不來 都沒辦法做 我來說 待會兒一段時間 讓這些東西 發揮後 這些大型 撞到我10年的手腳 拜託我來幫他找一下 因為 你現在找的 包括我媽媽家 也找不來 因為那個高空做的 那些手腳有多少 差不多四老館 手腳有四老館 那四老館 你一般的高空做的 車都沒有到館 可以找 我跟妳說 局長是不是 有包廂 或是什麼 那些沒幾棟 我人家出門 可能七八棟 那七八棟 你如果說沒家 還沒那麼快有家 是不是 那些優先來處理一下 請局長擋住 局長擋住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基本在說 學專路的 魚多數 比較是 整了我們如果有久 我們如果很大 其館 就是要來加強修剪 那尤其是在我們 房屋的旁邊 那只要涉及到公共安全 我們採取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我們加強來修剪 另外一個步驟就是說 平常我們是透過人行道的改造 或者是公園的開闢 我們會將這些不好的 不是 魚多數是好的樹種 比較有這種 我們再來做一個遷移的動作 這要拜託一下 先給他收一下 我們先來修剪 先來修剪 先來修剪 後來慢慢慢慢 慢慢換 這些大型區 實在要換 那些顧問 比較少 你請坐 主席 因為剛才有這趟里的里長 帶了一些人來的地下室 有 我要來接待一下 所以我收拾就好了 沒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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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黃石龍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 李以廷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師傅團隊 還有我們媒庭女士先生 我們議會同仁 大家辛苦了 現在已經告訴大家 大家還在努力當中 那首先呢 本期呢 進行我們公務部門的業務質詢 首先呢 我先感謝我們公務局呢 在我們的美濟颱風 跟木蘭地颱風 這一次呢 高雄重創 所有我們的市府同仁 甚至我們地方的里長 我們區長 還有我們一些民意代表 大家都卯足全力在救災 所有的高雄呢 我們整個路樹倒塌 還有我們的地面空洞 路面的坑洞 以及路燈的一個損壞呢 這一次呢 真的是感謝我們所有市府的同仁 大家忙得人羊馬番 在最短的時間呢 恢復這個救災的工作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養公處 我們從林園再前往高雄呢 我們的台17線 這是一個沿海路 這是一個我們林園人到高雄的一個 必經的一個路段 那這一條道路呢 相信我們之前我們所有的議會同仁呢 包括我們小港區的議員 我們林園大寮區的議員呢 大家都有強烈的質疑過 為什麼這一條道路整個 每天車輛那麼多 那麼頻繁 那麼密集 那甚至我們開小轎車的時候 有時候都讓大台車前後左右都是大卡車包圍住 那我們開車就已經感到很恐懼了 但是它的路面一直是經常性的凹凸不平 或是坑洞一大堆 我想先請問一下我們養公處長 這一條道路的維護權責是在哪一個單位 吳處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台詞機線在那個小港的部分 就是在豐車 在那個獅子公園 獅子公園在往北的地方 那個是屬於我們的 就是鳳鼻頭到中鋼這一段路 就是到機場 那個整個是屬於我們 那在如果是在往南的話 那是屬於你們的 對 往北是屬於我們的 那如果是往南 就是往臨遠方向 那個是屬於山公處 是哪裡 就是公務總局第三養物工程處 所以它一條道路 它的那個正訪面試 是不一樣的單位在維護 對 那我們也有權利 也有這個責任 如果說是南下的部分 我們也有責任說告知我們的第三工程 如果說像我們也常見到民眾 跟我們反應或是1999 那我們會立即會派員去現場 了解又直接跟山公處 他們也有跟我們有對口 我們會直接跟他通報 好 那我想再請問一下處長 這條道路如果要達到一個 它的平淡度要達到一個國道的標準 這要是這一個符合嗎 一般市區道路的標準是比國道的標準低 不過我們養工處現在像我們的南興路 我們南興路今天也有發布 我們也有得到公共工程品質金子獎的優等 它的平坦都就達到國道的標準 當然那是施工的規範要去要求 那如果一般養護的話 一般養護是達到一般市區道路的標準就可以了 其實在我們大寮節溪路 我們這一次我們公務局的一個標準 就把我們大寮節溪路的一個平坦度 有達到這一個國道標準了 那這一條沿海路是造成非常大的民怨 我相信包括連我們主席曾麗彥議員呢 也曾經提起過 這一條道路真的是大家非常關心 而且你平常是我們在那間大車站 你的路面那麼不平坦 真的是真的是險象緩生耶 包括我們騎機車的 還有我們開小轎車的 我覺得這一點都沒有保障 我們行車的一個安全 那我希望在我們南下也好 北上也好 我希望整條道路呢 是由我們市府這邊 你們也看得到 你們也管得到 我希望說即使不是應該用你們來做的 你們也要把這個問題 積極的反應上去 不要這國的恐嚇 還有國的又不平 因為那大車在高 它的重量很重嘛 所以它的邊邊 在那邊的時候 都是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點子高的 是突起的 我說真的是真的是 台灣真的很少很少見到這一條道路 而且就這麼短短的幾公里 一直都做不好 本席真的很強烈的要求 也強烈的建議 也希望局長呢 關心我們這一條道路 謝謝處長請坐 那我想再請問一下 那我想再請問一下 本席之前呢 也一直提起過呢 在我們臨原公十二海洋濕地公園 它的一個東側 以及北側的一個連外道路 本席進檢質詢也好 我們公部門質詢也好 一直在提起 我們的市府團隊 花了那麼多的經費 來造這個海洋濕地公園 它裡面的特色 有全國數一數二的倒立水母 還有我們美麗的夕陽 我站在那裡 甚至天氣好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我們的小琉球 這個風景那麼美麗 我想說最近也一直吸引 包括我們媒體朋友 他們也一直來大力的報導 吸引了非常多的觀光客 甚至我們的戶外教學 我們都會帶小朋友來看這個 數一數二的倒立水母 這是多麼珍貴的一個海洋生物 但是它的連外道路 我一直在證書 我不知道我們市政府這邊有什麼規劃 因為我們既然吸引了那麼多的 我們的觀光客過來 但是如果你在問說 你們的海洋濕地公園要怎麼走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補 因為它要經過我們的港嘴裡 還要經過我們的西西里 這兩個鎮頭 要從鎮頭去美海 才能到達這個濕地公園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局長 這條倒立開票有很困難嗎 而且 好 局長我再補充一點 而且它的公園旁邊的停車場旁邊 有一個大路 也要幾公圈 這一條倒立也還沒徵收 之前落後一直積水在那裡 我相信局長都知道這些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請你回答 這有很困難嗎 謝謝局長 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既然家中市林營公社 就是我們所稱的海洋濕地公園 既然一直在正處就是我們北平 北平那個都市計畫道路的開闢 確實我們新工作也非常的認真 也把整個規劃的系統 也到內政不能建署來申請 納入我們整個生活圈的系統裡面 來做一個補助 那這個部分目前還沒有得到 內政不能建署的同意 那我們會持續來爭取 確實這一條道路是有開闢的必要 這個要結合我們海洋濕地裡面的內容 來共同 就是開闢之後 海洋濕地的遊客會更多 而且會更方便 另外剛才的議員在說 我們比較南 停車場的旁邊那一條道路 目前我們是沒有開闢的計畫 以上 所以那麼好的一個公園 目前沒有開闢的計畫 而且這條路 又是要外進去停車場 必經的一條道路 沒有開闢計畫 我覺得真的是破壞了整個我們市府的努力 所以真的也讓這個計畫 讓這個市立公園真的是大打折扣了 局長 在這邊再做一個補充的報告 它不是一個個別的計畫 這個頭剛才議員在說的 積水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它納入到我們這個 剛剛議員在建議的北側的計畫裡面 我們就是把它全部納進來 標分為兩個案 就一個案 來向內政部引進署來爭取 以上 好 請出多久 我記得好像前一兩年就一直在講 現在這個問題還是提出來講 不是 這個部分 那當然內政部引進署 整個台灣有一定的額度 那也不可能說把所有的錢 都用到我們的高雄市來 那也是不可能 所以當然我們會繼續來爭取 好 謝謝局長 那我們林園十一號公園 現在的草皮非常的漂亮 那這一塊地呢 腹地也蠻大的 那也很多鄉親一直在反映 這體健設施都做得不夠 因為我們在高雄市區 在別的區裡面呢 看到大大小小的公園裡 都有這個體健設施 那也吸引了很多的民眾 前來散步也好 運動也好 那這一盒公園呢 我覺得就空蕩蕩的在那裡 除了一個兒童的遊樂設施之外呢 我們目前是還沒有體健設施在這裡 這在幸福公園的對面 這個公園 那我想請我們處長回答一下 吳處長請答覆 謝謝主理 謝謝理念 這個公園當初開闢的時候 就是我們採取我們一貫的公園開闢的原則 就是盡量減量還有穿透 那當然地方上希望說有一些體健設施 那當初在開闢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說公園這個部分 是先讓那裡面的一些植栽 一些樹木 因為當初開闢完整的時候 有一些植栽一些樹木 它需要去維護管理 那這一次颱風又全倒了 現在光凸凸的一片 我們會加速來復救 處長 你知道 在我們大寮林園區 我們的運動場所非常的少了 那我們在爭取這個場地 甚至一些運動的設施之外 我覺得教育部門也好 學校裡也好 還有我們一些風雨球場 我們都很難做 因為我們財政就那麼困難 那我覺得你一大片的公園在那裡 而且我們寧願又是石化重鎮 大家很需要運動 來促進我們的新陳代謝 我覺得這種小小的體健設施 我感覺我們是可以去進行的 至少讓老一輩的長輩 或是我們年輕的小朋友 甚至我們各種年齡層 我感覺都用得到 所以在我們可以節省這個經費 因為體健設施 我剛剛不會花費很大的一個金額 那我們的公園又那麼大 我覺得可以好好的去規劃 你覺得呢 這個部分我們有最近會定一個 有關於公園在設置 遊具還有體健設的一個標準 不然有時候民眾 譬如說你這一邊的人有跟他設置 另外一邊的租戶說 我也要設計 整個公園就一堆設施 那這部分就是我們會依照那個原則 再來現場去瞭解一下這方面的需求 好 其實是不會啦 像剛剛我們石榮議員呢 他也在講這個綠樹的問題 但是在我們大寮林園區呢 我覺得這個綠樹是很不足的 而且之前也有跟局長 我們質詢的時候也有討論過這一點 那你在沿海路呢 你們沒有辦法種植大樹 因為要考量我們工廠工業區的一個運載的 他們的鍋爐也好 一些大型的一些設備也好 所以考慮了這一點 所以我們林園人 剛剛就沒有這個綠樹可以來呈應 那我們在大寮整個38區裡面呢 本席的選區是在大寮跟林園 那大寮的鄉親也一直跟本席來反應 我們現在大寮地區的一個公園的開闢率 真的是也很明顯的不足 你比如說我們的中莊 前莊還有後莊 這人口度那麼密集的地方 兩個公園都沒有 連一個公園都沒有 一兩萬個人口在那裡 連一個公園都沒有 那我不相信說我們沒有機關 沒有公園預定地沒有在那裡 我不相信 而且我們中莊就有一塊蠻大塊的一個公園預定地在那裡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公園這邊 對於我們大寮林園區的公園開闢率 目前有什麼幾個 趙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這邊我們在林園的部分 包括我們公園八字山 公園八字山不是公園開闢率而已 還有我們旁邊的大樓 還要來開闢率 我知道局長這一筆經費 這一筆經費是我們中有的回饋金來補助的 對沒有錯 我之前跟你提到 你不能用中有這個補助 來當成我們的那個 你公園要編列預算 這是我們市府 對我們大寮林園區的一個照顧 我們鄉親都跟中有回饋 本來就是我們林園鄉親 應該享有的一個基礎建設 這個在這邊跟李議員報告 坦白講這些公園 有三個公園的開闢 包括周邊道路的開闢 這個當初也都跟中永有一番的折衝 同説是我們跟李議員做的打拼 把中有的補助一直提升 中永也一直在防衛 我們一直在攻 所以我們在這邊把補助的經費 一直在提升 我想這個部分 都是我們互相的努力 也不是說整個周永有補助 另外你要參加公園 我們目前有開闢的公使幸福公園 公使衣林園公園 還有公使衣海洋設地公園 這個都是近期已經完成開闢的 包括大寮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會再來折 看有沒有什麼公園可以開闢 但是我們的土地會要比較少 你知道我們的預算總是有限嗎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謹慎來做一個考慮 以上 好 謝謝李雨婷議員的質詢 關於李雨婷議員的質詢的爭取 請趙局長 你要幫忙 好 我幫你爭取了 好 那因為等一下還有陳姓宇議員 她目前還在錄中 所以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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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